我向女朋友求婚的当天,她跟她的男闺蜜玩了一整夜,看着她脖子上的红痕,我惨然一笑,分手吧,我给你自由。 可后来,她哭着求我不要离开她,今天是情人节,我早早下班回到家,打算拿出准备好的礼物,迎面就看到包内的剃须刀,边缘有着细密的壶茶,还没清理干净,这不是我的。 她父亲也不在本市,还没等开口问林安,她就从厨房急匆匆跑过来,抢锅放进怀里,谁让你随便翻我东西的。 有没有点礼貌啊?我满头雾水地看着她,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生气。 剃须刀和化妆品都是洒出来的,我只是恰好路过才看见,根本不是刻意去翻的,再说,就算我是刻意为之,她也没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吧,我耐着性子,尽量让语气柔和一些,询问道,这个是谁的? 没想到林安丢,下一句要你管,转身回到卧室,还降门反锁,我心底一沉,其实就算不用她说,我也知道是谁的,她的男闺蜜,背后的追求者。 顾语,这个人对林安,简直就是死缠烂打,还经常出现在我们约会的场所,导致我和林安业不能有太亲密的动作。 久而久之,我就对她厌烦至极,我耐着性子,哄了她一会,各自准备洗漱睡觉,可闭上眼,就都是她那副气急败坏的模样。 难道,她们两个人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,我辗转反侧,难以入睡,心里总感觉痒痒的,拿走手机,躲在卫生间里,翻看着消息。 她的微信很干净,甚至都没有任何聊天记录,就像是刻意扇过一样,手滑自动跳转到淘宝,搜索栏的关键词,让我心里一凉,全是男性内衣和服装。 订单记录里显示,她曾购买过男性睡衣和外套,还有那个体虚刀。 她究竟是给谁买的,冥冥之中,总有不祥的预感,光当,门撞到墙面,轰然作响,我抬眸,临安面色灰白地站在我面前,眼神落在手机上,说道,你拿着我的手机,在干什么呢? 她眉头紧皱成穿字,满脸不悦地望着我,苏琪,我说没说过,让你别翻我东西,难道你对我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? 她怒气冲冲地站在我面前,怎么,这是要对我兴师问罪吗? 我打开淘宝购买记录,她脸色一白,就要抢过手机,可却被我拦了下来,看不出来,你还有穿男装的癖好呢? 这都是给顾鱼买的吧? 临安指尖用力道泛白,紧紧地抓着裤腿,我们只是男女朋友,你无权干涉我的私生活。 再说了,朋友之间买几件衣服又有什么问题?你别太敏感了。 她拿过手机,头也不回地走到卧室,房门紧闭,那扇门硬生生将我们隔成两个空间,我坐在沙发上,回想着从前的点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 上个月,顾鱼说生病,临安照顾了她三天,她回来后,对我格外热情,像是变了个人,那些我不曾在意过的细节,像是全部浮现出水面。 两年的恋爱时光,终究还是不作数了,阳台凉风袭来,天空也泛起了雨堵白色,临安妆容精致,一身辣美风打扮,四目相对的瞬间,眼神有些心虚。 你,你一夜没睡,我狠狠采灭烟蒂,冷声问她要去哪里,我故与今天生日,作为朋友,我必须得去。 头传来一阵痛感,我无力地倒在沙发边,想要和她一起去。 那怎么行? 你就老实在家待着,别为我添乱。 从前的她,不会这样和我说话,她就像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,平时很多时候,我都故意让着她,实在不想和她吵架,就让她去换身舒服的衣服,生日派对男男女女,穿这么少也不方便,万一走光也不好。 谁知临安像个炸药筒,语气比刚才还要不悦,现在都穿衣自由,你还这么管我。 跟你在一起,简直没有空间,太让人窒息了。 她烦躁地甩手,甚至没有再看我一眼,转身走出家门,这一走,就是整夜未归。 她去了多久,我就坐了多久,求婚戒指恰好放在衣服内侧,李和哥的胸口生疼,像是在时刻提醒着我,我们就要结婚了。 凌晨五点,临安轻悄悄地打开房门,小心翼翼地向着卧室方向走,发现沙发上的我后,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。 你,你怎么,我失笑,没想到吧,没想到我这么傻能一直在等她。 刺眼的灯光晃得,我有些晕眩,定了定身形,居高临下地俯视她,一抹刺眼的红痕,就这样闯进我的视线,满腹的疑问也在此刻化解,双手落在肩膀上,不自觉地用力。 凌安,你告诉我,你昨晚到底去哪里了?你,够了。 她手忙脚乱地抓紧衣领,明明眼神心虚地要命,可嘴上还是不依不饶,说出的话自自诛心,苏琪,别让我对你太失望。 我愣住,手松开,眼睁睁看着她去了浴室,却无法辩驳,明明是她背着我在外面鬼混,却要将所有的错误归结到我身上,我急火攻心,头酸胀的厉害。 眼前顺势天旋地转,紧接着失去了意识,在醒来时,凌安满脸愧疚地坐在我床边,小心地为我擦拭着身体,为什么非要不睡觉等我回来? 你这样让我很有愧疚感,将来还怎么出去? 我顾不得还有些虚弱的身体,将她搂入怀中,从前的事情都不重要,只要临安能陪在我身边就好。 自从我晕倒后,她和顾瑜也收敛了许多,已经有好几天不联系了,如同之前那般,每天职守在我身边,我也将那些事情彻底忘掉,对她加倍地好,着手准备求婚, 叫来三五个朋友帮我布置求婚场地,几个人忙到临近天黑,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快递的收件姓名,是临安的名字。 可当我打开看时,却发现里面是一瓶高档白酒,朋友们开着玩笑说道,你小子什么时候开始喝白酒了? 我笑笑没有说话,自小肠胃不好,就没有饮酒的习惯,口袋里传来嗡嗡震动感,是一串陌生数字,一道略带沙哑的男人从耳边传出,我是顾瑜,咱们见个面吧。 男人坐在对面,有着和声音不符的反差感,深刻的发色配上耳钉,显得放荡不羁,红白配色的棒球服更为年轻与活力,明明是同龄人,但是从穿衣风格来讲,我倒像是比他大了好几岁,开门见山吧,你和临安分手,我们两个在一起。 我摇摇头,细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敲打着桌子。 这个顾瑜看起来就很轻浮,是个花花公子,他不可能给临安幸福,他漫不经心地转动着戒指,缺口的碎钻设计在灯光下散发着璀璨的光韵,翘起二郎腿,猛吸了口电子烟,又故作帅气地甩了甩头发,说道,你信不信,临安要是过来,肯定站在我这边。 手心秘密地出了层薄汗,猴杰滚了滚,他挑衅地冲着我微笑,语气中带着不易察觉的骄傲,怎么你害怕了? 还不等我说话? 他就拨通了李安的电话,让他马上过来,没过多久,我就看见临安火急火燎地冲到门口,啪,顾瑜端起咖啡杯,浇在自己身上。 这番操作看得我目瞪口呆,顾瑜,你怎么这副模样? 他有些狼狈地擦拭着头发,轻声说道,没关系,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生气,完全不顾你的情面,居然对我动手。 原来是这样啊,此时此刻,我更想知道林安心里是怎么想的,他是相信他说的话,还是相信我的为人。 林安,我没有对他。 他愤怒地打断我的话,细长地担风眼,染上一层怒意,你非要这样步步紧逼,让我下不来台吗? 我没有,顾瑜促暇地笑了笑,满脸得意地向我挑衅,林安冷眼看着我,似乎还在等我做出什么解释,我在他的眼中宛如一个陌生人,瞬间心如死灰,我知道你看不惯我们关系好。 但是我们真的只是纯洁的友谊关系,从来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 指尖微动,我才注意到,他手上也有一个缺口戒指,两人是同款,心脏剧烈地跳动,呼吸变得急促沉重。 感觉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,还记得半年前我对林安说过,想买一副情侣对戒,当时他说自己的戒指太多了,带不过来,所以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 原来他不是不愿意,只是不想和我一起,原来我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傻子,我咬紧嘴唇,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,可还是无济于事。 但是,他有些局促地将手指藏到衣袖中,轻轻咳嗽了一声,打破尴尬的氛围,站起身,与他四母相对,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,你是要和我走,还是相信他。 他紧咬着下唇,有着不易察觉的怒意。 你不要无理取闹。求婚戒指躺在手心中,冰冷的钻石留下一道血痕,莫大的失望感,在心头翻涌滚动,我深吸口凉气,分手吧,我给你自由。 等我回到家中时,朋友们也走了个干净,暗黄色的羹球还在闪动着,墙面的合照记录着过去那些美好,我没有改变求婚场地,还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,感情是一场巨大的博弈游戏,在这场博弈中,我输得彻底,收拾好行李后,我联系房东退租,又自己搬了个新家,决定重新生活,午夜梦回时。 我还总是能梦到林安的身影,那时的他对我说,无论贫瘠还是富有,无论生老病死,只要你不说分手,我就会永远陪在你身边,大梦初醒,都是一场空,我随手打开微博,无意间刷到林安的小号,上面记录的全是不为人知的点点滴滴,两个人吃饭,文情履文身,戴情履戒指, 甚至还有不露出脸的床罩,双手颤抖着向下翻,我才知道他竟然背着我,做出了这么多事情,之前我想尊重他的隐私,从未问过他要出门做什么和谁出去,没想到他们早就勾搭在了一起。 我只感觉到拳头在微微颤抖,嘴唇上下哆嗦着说不出话来,最后一条是林安昨天发的动态,终于解脱了,开心,我死死地盯着这几个字,感觉心脏被揉捏后,搅拌流血,最后只剩下一滩死水,算了,他都在向前走了, 我还有什么理由回头看呢,个子安好吧,自从放下他以后,我感觉生活前所未有的轻松,每天按时上下班,事业蒸蒸日上,休息日泡在健身房,就连身体素质也好了不少,今天业务比较多,我被迫留在公司加班, 唐英端着热腾腾的鸡汤和饮料,坐在我面前。 声音柔柔的,和我一起吃饭,我们是同时间来的公司,平时业务联系比较多,一来二去,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,他说话慢思调理,性格也很温柔,我们对待婚姻和爱情的观点几乎一致,也很聊得来。 苏琪,你觉得我,话音刚落,手机就传来一阵刺耳的铃声,我没想到,竟然是林安的电话,虽然没有了备注,但是那串数字我早就烂数于心,还没等他开口说话,我便直接挂断,都已经分手了,他为什么还要来联系我,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他发的消息。 我在你们公司楼下,你快下来见我。 唐英问我怎么回事,沉思两秒后,还是劝我应该见见他,毕竟大晚上的,一个女孩子不安全,我无奈,下楼就瞥见他的身影,好像比之前圆润了些,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。 他高高在上的姿态,让我感觉很不适,我冷着脸询问他到底,有什么事,林安正了两秒,大概也没有想到,我是这个态度,语气顿时软了下来,我只是想知道,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联系过我,难道你是真的不爱我了? 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,林小姐,你有什么话就直说,没事就不要再联系我了。 林安眼神里的光瞬间暗淡,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,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对我说话。 呵,舔狗也是有尊严的,那是我之前识人不清罢了,不知为何,我看见他总是能想起微博上的那些话,身体莫名抗拒和他接触,转身离开,不想和他相处在同一空间,晚上回到家后,刷着朋友圈,就看见林安发了条消息,扬言要自杀,我索性关机,眼不见心不烦,这种苦肉计。 换作从前我可能会受用,现在,爱怎么样怎么样吧? 这几天的林安,就像狗皮膏药,整天在我眼前乱晃,为了防止他跟踪我,我甚至改变了下班路线,还蹭同事的车回家,好不容易将他甩开,却接到了我妈的电话,你和小安是怎么回事啊? 他哭哭啼啼地来找我,可把我和你爸吓坏了。 我握着手机,一头雾水,林安居然去找过我父母,我妈继续在电话那边唠叨,让我和她把话说清楚,不要伤了人家的心,明明这件事不是我的问题,却还要背这种莫名其妙的黑锅。 挂下电话后,我只觉心累,有气无力地向家走,远远就看到门前站着个女孩,怎么又是她,她不是和顾宇在一起吗? 为什么阴魂不散,林安有些羡慕地看着我,缓缓拿起地上的蛋糕,你还记得吗? 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,这是我专门为你订的巧克力蛋糕,她那副虚假的模样,只觉得让我想笑,烦躁地推开它。 够了,你能不能不要再跟着我,咱们已经和平分手了。 她泪盈于洁,双手拽着袖口,声音还带着祈求,如果我说我后悔了呢? 那天我回去就看到了你布置的房间,我没想到你会求婚,要是早知道这样,我就,我嘴角忍不住勾起一丝冷笑,就怎样? 难道我不求婚,你就可以那样对我吗? 她嘴唇逐渐褪去血色,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,可我不是外面流浪的狗,勾勾手指头就会跟你走。 苏琪,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好,不像她只知道吃喝玩乐,我的钱都被她败光了。 是我曾经看走眼,是我错了,反正你现在也没有女朋友,咱们重新开始好不好。 说完她还举起手,露出曾经准备的求婚戒指,我冷哼道,这戒指换了又换,你还真是随便。 她神色尴尬,却还是想要拥抱我,我延伸立色地将她推开,拉开距离,趁着今天把话都说清楚,咱们俩的事情,你为什么要联系我父母? 你连最基本的边界感都没有吗?当初是你先劈腿,现在又来找我,怎么?在那里受挫了,等着我来给你送温暖。 谈恋爱的这段日子里,我处处让着她,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,那些坏脾气都是由我来买单,她哪里是真的后悔。 只不过是享受被人捧着的感觉,我深吸气,语调变得波澜不惊,你的那些事,我早就知道了。 那层遮羞布彻底被掀开,她呼吸变得急促,半晌才稳住心神,愁愁好久,失魂落魄地走了。 我站在原地,说不出是什么滋味,原本的和心情都被破坏得一干二净。 我联系哥们,准备出去喝一顿,刚拐进小巷子,就听见身后转来细密的脚步声,还没等我回头看,脖梗处凉风袭来,眼前一片黑暗。 我听见有脚步声停在身旁,人声吵闹杂乱,像是在探讨什么事情。 醒了,她醒了,鼻尖传来刺鼻的消毒水味,缓缓睁开眼,迎面就是哥们的声音。 那张痛哭流涕的大脸,唐颖也站在一旁,无助地咬着下唇,哎哟,你多亏醒了,我还以为要去见太奶了。 民警将她扶到一旁,打开视频,问我认不认识画面中的人,虽然视频的光线不是很好,但我还是凭借身形认出了她,这不是故语吗? 我都已经和林安分手了,她为什么又来害我,斟酌了两秒后,我决定先装作看不清,再想办法报复她,这一棍子不可能白矮,提好的差不多了。 我带着医院,出具的检测报告,来到了警察局门口,要求故语向我道歉,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,本来她还是不配合,听到民警说要拘留,态度立马转变,最终还是赔了五千,她站在警局门口,撑了个懒腰,双眼满是不屑和鄙夷, 你不就是有点钱吗?有什么好装的?要不是你,她不会和老子吵架,更不会分手。 我无语,这跟我有什么关系,是林安一直缠着我,我莫名其妙地被卷进来,还成了杯锅侠,你要是再敢和她联系,我就找我的哥们来,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 我忍不住吃笑,顾宇就是典型的精神小伙,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,早早出来打工,在社会上拉帮结派,根本没有实力,也注定翻不出波浪,远远我就看见唐颖站在门口,小跑过去后,故意挑起眉毛,歪着头,对她说道,有那时间报复我,还不如好好管管你的女朋友,可别死皮赖脸缠着我了。 看着她气歪的脸,我心情大好,开车故意飘移转弯,扬起漫天尘土,转身扬长而去,吃完饭回到家后,我翻动着手机,在回收站中找到了订单记录,顾宇家的地址写得清清楚楚。 又穿着一身黑衣,故意压低帽颜,将自己打扮成快递员,快递箱里,赫然躺着一团肉球,就在前不久,林安为她打了个孩子,这件事被她发在了小号里,我去市场随便挑了个肉块,和摄像头放进快递箱中。 果不其然,在打开快递的那一瞬间,故意发出了尖锐的暴鸣声,紧接着就传来两人的争吵,林安你他妈有病吧,不就是打了个孩子,至于这么吓唬老子吗? 她同样不甘示弱,声音尖锐地骂了回去,要不是你,我能去医院吗? 这么大个事情,你居然问都不问一句。 耳机里穿了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,好像是有什么玻璃制品摔碎了,我听见耳光声,忍不住皱了皱眉,哪个女人没打过孩子,没怀过孕? 林安你差不多得了。 两人争吵愈演愈烈,没有其他有用信息,我断开了网络连接,真没有想到,原来他竟然是这样的人,根本不拿林安的身体当回事,难怪林安会回来找我,跟这种人一个性别,简直就是奇耻大辱。 当晚我就讲这组视频打码,并且配上了详细街道地址和他们的姓名,发给了营销号,用作新闻素材。 视频虽然没有达到几十万点赞,但是也小火了一把,甚至还有一些相关的词条泰,更是有不知名人士,在视频下方留言,准确说出了两人的详细信息,故与被人扒出是渣男,与多名女子。 都有过不正经的行为,甚至连已经结过婚的人,她也会故意沾染,听说这件事被曝光后,有几个男的合伙揍了她一顿,也不枉费我刻意散播谣言了。 而这段时间里,唐英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,我们是同事,是朋友,但更像是恋人,那层窗户纸也该捅破了。 今天是初雪,晚饭后,我们在公园里散步,雪花飞旋而下,满世界只能听见嘎吱嘎吱的脚步声,她伸出手,雪花落在指尖,开心地像个孩子。 我弯下腰,与她对视,距离不过五公分,指尖轻拂过她的发丝,在脸颊处停顿片刻,我不想再和你只当朋友了。 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? 唐英的嘴角微微上扬,脸颊飞红地伸出双臂,钻入到我怀中,声音闷闷的,我等这一刻已经好久了。 寒风中挤半残血扑面而来,我小心翼翼地在脸颊上落下一吻。 再度将她拥入怀中,血势越来越大,没过多久,我俩就回到了家,还没等到身体暖和,就接到了临安的电话,反复挂断了几次,可手机还是一直在响,要不然你再去看看她吧。 唐英走到我身边,拿起外套盖在我身上,可是我不想再和她有任何瓜葛,更不想让唐英误会吃醋,影响我们的感情,她却贴心大度,语气中充满坚定。 我等你回来,冬天总是格外地冷,才走出单元门,就感觉一阵凉风扑面来,临安就站在湖边,在看到我时,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。 我就知道你放不下我,肯定会来见我的。 目光一到楼上,她挑起眉说道,你不打算请我上楼坐坐吗? 她三番五次的纠缠,实在让我觉得头痛,忍不住历声吼道,临安你能不能不要像个疯子一样,别让我看不起你。 她倒是不为所动,还在自言自语,说着自己的那套理论,认为只要我见她,就是我爱她。 不,你错了,我见你只是想和你断绝联系,让你死心。 况且,我现在也有新的女朋友了,我不想让她误会,原本还在沉浸自己世界里的临安。 突然换了副嘴脸,不可置信望着我,你谈恋爱了。 我点头,谁知她却崩溃大叫道,你怎么能有女朋友,你怎么会? 是啊,我怎么会呢? 在她眼里,我永远为她而服务,她是那高高在上的神,我甘心俯首称臣,只要回头,我永远都在,目光毫不掩饰的鄙夷,与其再说嘲笑她,更不如说是可怜当初的自己,怎么你后悔了? 后悔失去了真心爱你的人,还是后悔你从此失去了个田狗?你醒醒吧。 她亮呛地走过来,双眼满是不甘心。 还试图要抓着我的手,我用力一甩,她差点跌倒,回忆占据心头,宛如走马灯闪过,这一刻我才明白,自己对她再无感情,视线落在窗边,看着那抹身影, 唐莹在等待我回家,她歇斯底里的喊叫,刺耳的声音,划破了周遭的空气,你再向前走一步,信不信我,从这里跳下去。 步伐丝毫没停,甚至更为坚定,身后转来兮兮素素的声音,扑东,我猛然回头,水面荡漾着涟漪,沿着中心向四周蔓延开来,所目光,极之处全是湖水,根本没有她的影子,她竟然真的跳了。 纵然有再大的恨意,可面对她落水,我也不能见死不救,深冬的湖水冰冷刺骨,就像有千万根银针扎入体内,我用尽全部的力气,才将她从湖水中拖上岸,又叫来救护车和唐莹一起跟着前往医院, 好在我及时救助,她才并没有生命危险,我浑身站立地坐在床边,用电暖炉烘烤着全身,没过多久。 林安悠悠转醒,在望向我的那一刻,眼睛闪烁着灿烂的光,她淡然一笑,仰起头,像是骄傲的大小剑,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救我的。 在看到我身后的唐莹后,却变了脸色,相反唐莹倒是没有任何感觉,还伸出手微笑和她打招呼,哪怕她不回应,也不急不脑,现在她醒过来,我们也就不用继续在这里了,林安还是有些不死心,声音带着试探,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吗? 永远都没有了,林安,人总要向前看的,不是吗? 她神色落寞,没有再说一句话,至此,再也不见,之后的几个月她也来找过我,每次我都避而不见,这才算作罢,而有了唐莹的陪伴,我的事业如日中天,我们二人双双辞职,合伙开了一家公司。 接下来几个大型项目,日子甚是红火,结婚两年,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,这天刚哄完孩子入睡,我就刷到了林安的小号,原本是包包头像的她,现在一片漆黑,日子好难熬,紧接着是张照片,画面中有两个小孩,看起来年纪差不多大,才短短两年时间,她就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吗? 我经意不定地,继续滑动着手机,满屏的蚊子里,全是她密密麻麻的苦楚,酗酒的老公经常家暴她,还会将她打到住院。 自己的母亲让她填补家里,否则就断绝母女关系,最新的一条是昨天发的,已经有了两个小棉袄了,还想要个军大衣怎么办? 配图是一张笔超单,她居然又怀孕了,从那些照片中就能看出来,她的经济状况并不好,更何况老公已经有家暴倾向,她居然还想着拼三胎,生儿子。 我看了看身边熟睡的宝贝女儿,突然觉得自己分手是个明智的选择,她太离谱了,唐英端着热水走到我面前,轻声询问我在看什么,我避而不打,将临安的账号拉黑,不出现在推荐页面里。 脚上的炮都是自己走的,她今后的日子好坏都与我无关,未来的路各自安好吧。